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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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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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我们看到了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你還沒大錯大悟以前 絕對不要批評他人 當你大錯大悟以後 你更不會去批評他人 這句話非常的 具有意義 所以我們世間的人 都是在基督人為先 他好了 他就怎麼樣 其實他人事業失敗了 你在後面幸災落後 這個都在撿你的福報 所以你誤了之後 知道他原來是有他的因果 有因果月報 那怎麼辦 同情和可憐 同情他 可憐他 你才不會跳入 你已經大同編所開示了 光寡孤獨 藉由索揚 把光寡孤獨能夠受到人家的關懷 然後也是他在啟示眾生 然後我們看到光寡孤獨的時候 我們要悟 要悟從哪裡悟起 從金剛經三世英國 從金剛經三世英國 來做一片鏡子 來緩照 他今天會關寡孤獨 必有原因 必有多生 做人處事 不合群 忌妒他人 忌妒他人 這種人到老了 會關寡 會孤獨 這要注意啊 所以我們各位同兄 不要以為我們有錢喔 就忌妒他人 恨別人 比我們有錢 恨別人 比我們有權勢 恨他人 比我們長得漂亮 或是 雄壯 這是夠有夠的因緣 夠有夠的福報 所以我們修行 就是要知道這個福報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間未到 時間一到了 煩惱就來了 夜報就來了 旅報不爽 這個才有天理 所以我們戰績 黃產老子戰績 一兩日月最長生 可其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主 一出天下定太平 所以世間的善惡 是分明的 可其天理難分明啊 就是我們不知道 道的尊誰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你們一定要堅守 因果律的問題 你才會很幸福 很快樂 不互有啊 各位贤士 俗昂善诸士 佛所开示的尊丽 古德圣人所开示的尊严 我们冷静下来 你所看到的都是在唤醒我们的洁性 佛都在尊重我们每个人的灵性 是慈悲与洗手 佛不会批评我们 只是告诉我们因果律 个人去修行 个人去悟 富有的人 必有他多生累积的善因 才有今天的善果 贫穷百事不顺的人 必有他过去的思想偏差 行为偏差 这是有因有果的 我们看到富有的人 我们要赞叹他 赞叹他 看到贫穷的人 我们也要赞叹他 他在力行旅行因果业报给我们看 我们要感恩他 所以这个即是修行者无善与无恶的因果律啊 曾经一位先生来到宣佛寺 他一生的庄严 来问我说佛家所说的无善无恶 是什么道理啊 他说我不以为然 本来就有善恶嘛 你讲的没有错 你执着在一个善 执着在一个我 但是没有跳出来 孔子有一句名言 敬鬼神而远之 鬼就是贪嗔痴 神就是戒定慧 有修行的人 他就是神 没有修行的人 他都混都愿 贪孙吃不完的人 就是鬼 所以你要旁边客观来看待 你去领悟 你就是上帝如来的圣孙和法孙 所以这位先生 爬到阁下来 他师父受我一拜 我写到里面的拜老祖父 这一句话 让他苦恼了很久 到现在才解开 所以善有善因 恶有恶因 这个事都是在旅行因果律 所以我们懂得人 我们就 以作为一面镜子 敬鬼神而远之 而不是要你们不去拜神 也不是拜鬼 也拜鬼 这会拜鬼 你拜个人 不拜鬼 所以这个事 我们事先的日常生活 太妙了 太妙了 所以敬鬼神而远之 这一句话 我常常在我的脑海 看待众生 大家都是如来 都是菩萨 所以佛才会赞叹人 大家都是菩萨 本来大家都天上界的如来 来世间 投胎转世 转世要做什么 不是要赚很多钱 争很多的盈利 而是来体验人生 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 佛才会开示 大家众生 一律平等 王佛将相 焕夫走足 众生 一律平等 就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佛性 是光明的 是如来 是佛 只是有修的 你就是佛 没有修的 受世间的贪嗔痴 把你绑住了 就是众生 众生 就是变为鬼 所以 敬鬼神 而言之 我希望各位同学们 我们学义经 修佛道 那我们要学习 要客观 要去学习 把他人的行为 都是往我们的一面镜子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维京闲事同修 与各位 所望三知识 佛说三次英国经 在告诫 我们每个人 都有英国的问题 时时刻刻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这个都是 每个人的福报 才会来到世间上 来体验 各种的酸甜苦辣寿 但是各位同修 不要忘了 我们有一颗良心 叫做佛心 他人人留过灵山塔 灵山塔下 好修行 这眼儿鼻舌身 五官 是我们的老师 他是我们的最高指导灵 眼儿鼻舌身 人人皆有 用眼睛来看世间事 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 成功有他的道理 失败有他的道理 礼貌不爽 耳朵 你在听人家诽谤你 毕竟你有不对的地方 这让人家才会诽谤你 可是释迦牟尼佛 一生他不诽谤人 都尊重 人 他的灵性的尊严 尊重大家都是从 如来的境界来到世间投胎为人 遇到过人的胡斗因缘 有瘦 有丑 有露 有透 丑瘦露透 这是人生 所以我们要悟 佛陀才提醒各位 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人的事与会 会批评的 除了眼睛看到的 以外呢 耳朵让我们最容易发生来批评他人 赵世辉 这个要小心 我们的耳朵在开光点脸的时候 左耳要来听天上诸佛菩萨的尊严 幼儿 把诗在听众生的一切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拜佛拜神 最重要的 就是要自我还行 为什么他今天能为成神 必有他的功德天 我们要学他的精神 比如 王太老祖 他修成正国的 就是修心 修口 和养灵 所有诸佛菩萨 能够成圣 成显 成佛的 也都是从修心 修心 就是无善无恶 包容众生 修口 都说一些 有意义他人的话语 给人生命 而不是用口来批评他人 四处非非 这个非常不好的坏机关 那绝对没有办法成佛 没有办法成神 在前一段时间 我在开示 天葬圣母 一无亲妈 我落了天机 那亲妈 能够叠到 国位的 眼熬鼻舌身 益植 千余眼 就观音 千余耳 顺后耳 也是观音 然后鼻舌身 益 植 好 这个就是 欺力 觉知 欺情 他才能修成 正果是天上圣母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 你看到神的法相 你要去悟 尤其天上圣母西脉 叫我们 要修口 你不要一句 欺人说 欺人随 那不是说白的戏 戏戏戏 是叫我们 要收口 话不要乱讲 制造各种 识灰 调拨离间 让你的身边的磁场 气场都乱掉了 让人家庭起干戈 冻干戈 还有争执争吵 都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们修法 你修法的心 要了解他的精神 王争老祖 就是修心 修口 和仰靈 只有六个字 修心 修口 仰靈 我们此时刻刻 我们要念这六句 六字 尊廉 修心 修口 仰靈 就是六字尊严 你能够修你的心 善良心 慈悲心 爱心 就包容心 这修心的第一个条件 修口 用你的嘴 用你的口 来说出 有利他人的话语 那就修口 你这佛口 神都口了 养灵 我们都有灵性 阿弥陀佛的灵性 所以我们自己多练佛 练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练自己的良心 叫阿弥陀佛 而这三个条件 六字 你时时会练 会记住 用在日常生活上 你就会成圣 成贤 成佛了 所以我们的口业 很重要 众生的烦恼 都有他的因 你会探讨他的因 然后 作为我们自己的借境 那也是要感恩 作为环境 给我们的教育 所以佛 老祖 开出我们的真理 非常的简单 也不花钱 也不要用钱去买 而是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 耳朵所听到了 把今日第六个意识 四天 来判断四辉 所以世间 能身为人 以正非常非常的有福报 天上界的生活 把他们一直希望 把投胎转世 有一个人生可以投胎 来事先 投胎 来体验 他会想将近二十年 把一对夫妻去台北 两夫妻 到大恩寺来求职 好了 他求了好多地方求 我一看 一年到了 好了 我回去 请示老祖在 下个礼拜 再到大恩寺来 那天晚上了 有一位菩萨 在残座中 进入我的心田 告诉我说 他希望 我帮他找一位 让他能够来 事先投胎的人 能够在事先上 体验人生 我就跟这一位菩萨说 世间很好 百货公司亮晶晶 脊肉世界也没有这么美 世间的有吃有喝 有可以玩 太美了 但是现实很多 没有完好会掉到水里面 掉到坑洞里面 没有办法超生 世间的贪污蔬出山毒 会污染了 他说没有关系 天上界 体验不到这一些 酸甜苦辣素 贫富贵贱 生脑病时的淫然华 他没有关系 感恩你 好 我在第二个礼拜又到大安寺去上课 两夫妻又来了 我说好了 回去马上就有怀孕了 一日有菩萨要到你家里去 哇很高兴 回去再两个礼拜 我又去上课了 夫妻很高兴来 贵老祖这里 说谢谢老祖 他已经怀孕了 十个月圆满之后 出生出来了 出生出来 我说你结婚多久 六年 一年 要五十斤的红蛋 合作起来 要六岛的游泵 来仙佛寺 共修的时候 给大家吃饭 所以 十个月后 出生出来一个小男孩 就在我们共修的时候 抱来 仙佛寺 我这个孩子 小菩萨我抱的 我要印证他 是不是真正那一位菩萨 他也不会讲话 他也不会讲话 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 我就开始打手印 我没有错了 来了就好 我靠着要捏一下 不敢挨 就会挽挽 这样 嘴这样 我不会落你的天机 好好走 好好修行 孩子的爸妈好高兴哦 他儿子会打手印 而且会跟师父 学研 他不知道 他的儿子 就是哪一位菩萨来的 一家圆满就好嘛 那就是养龄嘛 所以你们回来 在仙佛寺中午吃饭 常常有红蛋 有油风 就是大家来祈福 所得到福报啊 所以我们在世间上 无论贫护贱贱 亡活将相 众生一律平等 都有福报的人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既然 有缘败在王山老祖的 金脸座下 我们要好好珍惜 我们的人生 当你很平安的时候 不要忘了 不平安来的时候 当你很不平安的时候 要好好的修行 要念经 要忏悔 念经的功德 来回降给你的 列祖列宗 朱祖灵 回降给你的守护神 指导灵 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功夫啊 我们的列祖列宗 自从投胎转世以后 一直宫在我们的身边 一直在等待 有好的姻缘 能得到上圣心法 妙法 来回降给他们 所以子女 我们要念经 或者念一句佛 真言 咒 都是回降给我们的祖先 回降给我们的守护神 回降给我们的冤心在主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人 你身边有多少的三界万灵 所以说不完 理也理不清 所以同学们 我要和各位练经 道理在这里 在头车轧轧轧 虽然过世命 所以个人 念的经 福报 自己得 个人送的经 你的祖灵 各自会得到 安分理破 这是非常重要的 正知正见 不要像有的没有智慧的说 哎呀 你跟黎兆就稍好 不是这样 那是魔心在考验你们 你们不要被一言两语 来把你们的信心打倒 打倒了就很可怜 你被打倒了 烦恼是你自己所得 这些是赚地的 全得到了烦恼 所以我们人 不要去嫉妒他人 你嫉妒他人 你就是没有福报的人 我们不要听一些 恕恕恢恢 你不知道他怎么样的生活 不知道他的因果月律 不知道他的福报 我们在旁边 乱想 再嫉妒他人 这样一后一定会关割孤独的人 所以这就是 佛告诉我们的神通力 你遇到有人 来问你说 哎呀 师兄啊 师学啊 我不知道怎么才会得到福报 好 你就看他 日常生活 他的表现 你就可以了了分明 所以三次因果经 各位同修 我们在出版社有 不要钱的 你自己请一本 三次因果经 可以教导 家里的孩子 教导你的部下 唤醒自己 那样的话 你也是 佛的化身 也是如来的本尊 各位维新闲事同修文 我们维新政教 一经大学 终身学习 为什么是终身学习 不是六年三年而已 而是终身 道是永恒 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而且也是 生生世世 做老父子 没完没了的人生啊 所以我们今天 共修金刚经 你们有吸收了 可以用在生活上 那你们的未来生生世世 你们一定是有福报的人 所以老主告诉我们 开示我们 一切有为法 如梦万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树冠 世间的名利 富贵 如泡影 这些都是给我们来唤醒 我们的决性 唤醒我们的灵性 唤醒我们的良心 要把一切事情 名利富贵 看成一种序言 人与人之间的序言 要席源 要结了未来生的缘 你对一个人 的成就成功 你赞叹他人 你与他的缘分 就是结了很好的 未来的善缘 若是起心动念 基督他人 基督他人 追下 你的福报 你已经 刷卡 刷掉了 你很多的资产 刷掉了 你的福报 所以这一点 各位要注意 世间成功的人 有一半 失败的人 有一半 这是我们所带的 太极 中继 在我们心里 一半是痒 一半是痕 所以世间是 我们看世间是 有一半的人成功的 一半的人 还没有成功 这就是 道的真理 陈生 有一位信徒 他很有 修行的 素养的人 来到 生活室 问我说 混联老师 道在哪里啊 我反过来 你今天成功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成功 就是道 就是阴嘛 成功了就是阳 所以世间是 都有一阴一阳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时时刻刻 在我们的身边 寸步不离 所以我们要注意 做人处处爱注意 不要陷入 嫉妒他人 你就是越接近 孤独 关华 孤独的境界和果位 赞叹 赞叹他人 你就会一直 迈向 成活 成圣 成选的道路上 把赞叹 把赞叹他人 越多 把你的心境 越宽狂 你的贵人会越多 守护神 也会越多 我们的贵人 也会越多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们忽略了 唯愿今天的空修 我们各位同修 牢牢记住 大家集市 阿尿多留 三妙三菩提 正等正觉的佛果位了啦 祝福各位 我们来回向 回向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镜图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谷 患有见闻者 激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各位微信圣教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 所有礼监士 以为新圣教 以为新圣教 构分至道场祝福法师 阿弥陀佛祖 阿弥陀佛祖 阿弥陀佛 一校奥陀佛祖 vinyl march 這談來 天氣的變化 莫錯 人世間的生生死死疫情 變化萬千 這次在考驗 三祖兒女們 也是上天列祖列宗 諸祖靈在啟示著我們 曬佛 義佛 是以光明的信念和柔性的智慧 來奉誦列祖列宗 諸祖靈 靈歸藍天淨土 轉生希望擊落世界 活淨土 新丑年的疫情 是庚子年疫情的延續 這表示眾生的夜報還沒聊 讓我們身為維新神士同修修行者 我們要體認 要消災化劫 要先從解怨世絕 解怨世絕 唯一的途徑 古德聖人 佛菩薩 大樓今天都有開示了 只是我們沒有去注意到 法的真實意 所以在当下 二十一世纪的现在 王臣老祖导教此行 在演绎 在转法轮 所以王臣老祖传了一部 《维古宣誓天罗经》 是孝哉化劫 解冤伺解的上圣法文 回顾2008年 臭氧成波动 造成地球人类的危机 不知所措 2008年5月5日 王臣老祖开市 深谈 在禅吉山宣佛寺 如来源 深谈 交代微信地址公众 鬼谷宣誓天罗经 六十四万部 把这个功德 务必在7月24日圆满 则臭氧成破洞 就会开始减少危机 当时我们也沉着疑惑 但是我们的信心 还是不变 所以我一新地址 和会大众 努力送经 并且深谈在如来源 以附谋法会 日月顶如 加上公送鬼谷宣誓天罗经 六十四万部 佛寿阿弥陀经 二十万部 的功德在 7月24日 圆满 7月25日 国际瑞士 国际气象组织 观察的结果 测氧成破洞 补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开始测氧成破洞 就渐渐地解除危机 这是本王产老祖五千年来 第二次补签 第一次补签是五千年前 九天选女的补签 第二次 五千年后 2008年 王产老祖的补签 带着我们所有维心闲事同学们 大家努力 诵经祈福 终于也补天了 不可思议的宗教修行力量 那么接下来 有SARS 有禽流感 一波大病毒 这个是危机到人类 非常紧张 所以王产老祖又盛世了 在残济山仙活寺 深谈 消災化学 的化疑 也都一一地解除了这个危机 日本富士山 火山要爆炸了 美国黄石公园 也要发生爆炸 火火山的爆炸 王产老祖慈悲 开始我们维心闲事同修 在一定的时间 来深谈 大家努力公众天德经 百万部 终于也把危机解除了 所以很多的宗教修行法语 力量是不可思议 大佬因活那病毒 乃是汹汹 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所有的贤士同修 大家共同 努力公送维古宣似天头经 务必在4月23日 若能达到1500万部 弗洛病毒就会解除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 功德基金会和益晶大学 所有的贤士同修 大家很努力 本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 所以在4月23日下午4点钟 终于我们微信地址 公送鬼谷宣似天头经 一千五百零七万部 消息传出来 算出来 有原达法师 在网络上 看到 报导 一波拉病毒解除了 真是感恩 王产老祖 预防大帝 的慈悲 因为我 微信地址所求 微信地址所求 皆无私心 是本着利他 我们祈愿 蓝天一黄大帝 掌管地球 我众生的生命安危 能够 把我 微信地址 共同为 世界 和平 而努力 我当下 庚主连的武汉肺炎 在庚主连去年 来势汹汹 我们也在天寒 深寒 共同两千五百八十万部的 天德经 来回向解缘世杰 终于庚主连台湾平安 我们感恩 辛丑连 本来相安无事 众生夜报未了 所以 辛丑连 这一个 武汉肺炎疫情 在台湾爆发 大家很紧张 政府的防范措施 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 有一股力量 不知道从哪里来 这个力量 蔓延到台湾 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 要再度 发挥 团结力量 以宗教的修行 力量 来做消灾化节 解缘世杰 天温永息 天灾永息 所以王坦老祖 在昨天 开示我们维新地主 要加强 送鬼谷先师天灾经 鬼谷先师天灾经 是一部消灾化节的经宝 五千天来 在现在 传了鬼谷先师天灾经 是为整个人类 来消灾化节的一部经 所以我们希望维新圣教 各位法师 各位贤士同修 大家 现在开始 努力来 恭送 维谷先师天灾经 这个疫情 会渐渐地 缓和下来 这是我们维新圣教 所有贤士同修 所领的天命 人力几利 的修行 是维新圣教的 修行宗族 所以在 当下4月8号 开始育活 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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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消灾化节的 上圣 法仪 所以我们 希望维新圣教 中华民主联合技术总会 一切法 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们在世间上的意义 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形容 只有用心来体验理会 用心来感恩 王臣老祖 中华山主 也感恩 祝天圣神 佛菩萨 给我们的祝福 和加持 祈求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 世界增和平安 祝福各位 您自ì 入證 吉 crops 祈求